多伦多和温哥华,新移民的选择之战 选择在多伦多还是温哥华安家 是许多新移民面临的重要抉择 这两座城市各有特色,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他们的优势和特点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首位城市 以其繁华的都市生活和多元化的文化组成 这里拥有强大的经济,丰富的就业机会 一流的教育机构以及多样的娱乐活动 对于那些寻求职业发展和热闹都市生活的新移民来说 多伦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而温哥华则以其宜人的气候 壮丽的自然风光和高生活质量文明 这座城市位于太平洋沿岸 提供了丰富的户外活动和亲近自然的机会 对于追求生活质量 希望在自然环境中放松身心的新移民 温哥华无疑是一个吸引人的选择 在职业机会方面 多伦多因其金融、科技、媒体和教育等行业的集中 提供了广泛的就业选择 而温哥华则以其电影产业、旅游业和科技创新闻名 为特定行业的专业人士提供了不少机会 就生活成本来说 温哥华通常认为是加拿大生活成本首高的城市 特别是在房地产方面 而多伦多虽然也是高消费城市 但相对来说生活成本稍低一些 考虑到多元文化的融合 两座城市都非常包容 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社区 按多伦多的多元文化更为显著 这里的文化多样性和国际化程度非常高 最终选择多伦多还是温哥华 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方式 职业规划和家庭需求 两座城市各有千秋 都能为新移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体验